定職力靠YY菌 勇得益生菌高敏利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這位 三個美女好辣醫師團 醫療科技日新月異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有哪些新癮的治療 能解決你常年的困擾呢 好辣軍團們 又遇到哪些困難關卡呢 十萬小故事名 彥均 哈囉 大家好 現在人越來越注重健康 因為大家也都會看我們醫師好辣 知道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就會去做健康檢查 是 超前部署 對 但做了健康檢查以後 沒事真的就沒事了嗎 你這樣講 大家還要不要看這一集 沒事比較安心 但是隨時還是要注意 對 我覺得也是要看 你檢查的項目是什麼 對 很多人不去做檢查 就是生死各有命 他覺得身體的健康會告訴自己 哪裡該生病要去看 可是很多器官是沉默的 對 很多病 他也不一定會有病痛 所以我們提前部署是 有的發現之後 早期治療會避免後期的那些痛 這很麻煩 對 你如果越嚴重 治療的過程越久 而且治療過程會越痛 但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是要告訴大家 可能你之前做的這個治療 但是現在有更厲害的 那當然 就是可以馬上的知道說你到底有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醫師好了 為什麼可以做這麼多年 是因為醫學每一天都在進步 對 所以今天告訴大家一些新的醫學 大家聽過胃鏡嘛 也聽過超音波 那什麼叫內視鏡超音波 其實就是胃鏡加超音波 胃鏡 那是什麼東西 當然不一樣 但是就是說 我們常常做胃鏡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你胃裡長息肉什麼的 對不對 對 有個碳頭是 對 可是有時候我們在胃裡面照胃鏡的時候 會發現有時候有的人他胃裡面 他胃裡面有個突突的東西突出來 對 可是他不是長在胃的表面的 他可能是從裡面頂出來的 那像這樣子的狀況 醫生看到的時候沒辦法做處理 然後用切片夾也夾不到 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剛剛講的這個 內視鏡超音波來做幫忙 因為假如你有時候你胃裡面長一個東西 它大小很尷尬 不大不小 0.5公分 或者不到1公分 這種時候你叫他去做電腦斷層或什麼 其實也看不到 所以我們後來發展一個新的技術 就是把胃鏡的前面 加上一個超音波的探頭 那我們就把胃鏡伸到這個病人的肚子裡面 然後針對那個凸起的東西 做深層的掃描 這樣子的時候就可以確定 這個東西它到底多大 然後裡面長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用來判定它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就有一個病人是40幾歲的男生 他就是長期胃痛 然後吃藥沒有改善 後來就來我們這邊做胃鏡 那做胃鏡的時候我一進去看 就發現它在胃的下半部 就是有長一個我剛剛講的那個凸起物 感覺滿大的 它就是一個凸凸的 可是它其實表面滿光滑的 所以它那個東西看起來 並不是胃黏膜長出來 是裡面有個東西頂出來的 那所以像這種狀況 當下是沒辦法做胃鏡切片 這顆我目測感覺是相當大顆 有可能超過兩公分 那像這種東西假如很大顆的時候 是有可能需要開刀 所以我就請它去大醫院 去做這個我剛剛講的 這叫內視鏡超音波 那後來就是它在超音波下面就掃描 大家就可以看到現在那個 超音波黑黑有一條白白的線 那條白白的線就是胃的黏膜 但是在那個白線下面有一顆很黑 一個圓圓的黑黑的 那個東西就是剛剛胃鏡 你看到的腫瘤 那一量的話 那顆大概有2.5公分 那而且那顆裡面 其實醫生看的時候會發現 它裡面有很多 雜雜的白點在裡面 就認為它裡面 可能有帶一些概化 這樣子通常我們判定 它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後來就建議它要開刀 那如果開刀以後果然 確認它出來就是叫 那還好因為是滿早期發現 才剛超過2公分不久 所以開完刀以後滿順利的 那它沒有痛嗎或怎麼樣 它就是胃痛 它就胃痛來檢查 有的器官它是不會痛一直在長大 你也每天跟著它長大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好會痛 它就知道 對 它運氣算不錯 我其實我是每隔個兩三年 一定要做一次 我覺得比較深入一點的 這個症性檢查 平常一年一次的那種宴血 簡單的會做一做 但每隔個幾年還是要稍微看仔細一點 我是覺得現在科技 簡直發達到不可思議 你知道你去裡面照什麼東西 出來馬上那個大螢幕 4K畫面一層一層一層的 幾乎把2D可以變像3D一樣 這樣子看 我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前幾年做就有一次 其中有一次就是那個 其實在大腸裡面就會長脆肉 那其實現在科技很發達 脆肉反正就趕快處理掉 可是因為 也許是因為現代人的飲食關係吧 其實大腸出現問題的人很多 我就有一個認識一個朋友 還不到40歲 然後發現大腸癌的時候 就已經 40歲 從發現到走那一天 8天 怎麼那麼快 之前都沒有痛嗎 因為他不喜歡做生理檢查 真的一到不行了進去 一下子就不行了 那所以這個是比較嚴重 可是當然這個比較極端一點 當然也有 我也沒有其他朋友 我有一個是曾經得過大腸癌 3B 就是第三期 3B 開始轉 第四期 已經開始有轉移了 那當然他治癒了以後 也是完完全全就正常了 大腸 那他們就跟我講 他說之前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另外還有像那個 Steve Jobs 賈博斯 他是那個 Pancreatus 他是那個 胰臟 也是沒有感覺的 那當你發現了 就一定很嚴重了 所以其實檢查的話 這些東西才檢查得出來 要不然你不會有感覺 林美照說他第一次 活到這種歲數 第一次照大腸鏡 已經有20顆息了 所以他削掉19顆 有一顆是原味癌 你知道嗎 他只是想到心裡想 我沒做過 那去做就看好像20顆 那也算幸運 早期發現 可是 對啊 很多人到現在 還是不做身體檢查 那是誰幫他做的大腸鏡 那醫生真辛苦 真的 而且他說他一次割掉 我就懷疑他怎麼可能 一次割掉 可能醫生真的對他比較好 因為其實我們 怎麼好 那個割的傷口都恢復不了 那不會啦 因為我們那個割完 有的大傷口 我們都用那個夾子 把它縫好 所以基本上 當場除了切以外 還會幫你把它都縫起來 所以其實很安全的 只是一般健保 一般只准我們醫生 所以等於四顆以後 都是醫生招待的 所以我跟那個醫生 真的是很好的 不知道 人家人 你怎麼把這個祕密 跟他一樣 我覺得心上的3D 還有腦部的3D 好 那我腦部一定要追 因為我追蹤一個血管流 可是就是現在的科技 就發達到 也不用說等報告 我就進去 躺在那邊躺一下 他是做那些掃廟什麼的 對啊 然後出來喝口水 就可以進去看了 他就已經準備好 裡面的工作人員 全部都 旁邊已經跟你講了 對 你知道嗎 而且它是一層一層的 就是這邊怎麼樣 那我們再往從這邊隔一點 再從這邊隔一點 那現在你知道都是高清的 其實比以前看照片看片子 你這個是照 心臟 心臟 就他說我心不太好 心 我心非常好 心肝不好 是不是 好 這樣是不是比較放心 對不對 對 比較放心 因為我覺得到了我們這個年紀 就是30多歲 三十多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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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風有開 有在收音的 平時 就是在念書 是五高中的時候 他來學校醫生 對 所以應該現在 就是30年 其實真的到了一個年 我覺得神創造人很有趣 我覺得我們的保固期 跟車子一樣 就是30年十萬公里 有沒有 那種差不多的 就進場保養 過了30之後 那個保固期就過了 小毛病 要稍微注意一點 對 其實你很多器官 從20歲就開始往下掉 那是你用的胸 不是 看你是 真的是 人的大腦本來就開始 最早退化了 所有器官慢慢在退化 對 對不對 是 我們在講 現在很多真的檢測工具 越來越厲害 尤其現在臨床上 最厲害就是加入 AI 人工智慧的這個部分 像我們知道 剛剛比方說舉例 剛剛講到的大腸鏡 現在也有醫院 他們就是結合 AI的這一塊 讓那個檢測出來的 這個成果又更精準 比方說他們就是收集 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國人的這個大腸 的發生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其實過去 就是傳統做大腸鏡 就是一個最好的預防 跟這個早期發現的 一個篩檢工具 那可是你要知道 傳統的做法就是 是靠醫生的法眼 法眼去看 那有時候比方說 他的那個大小 息肉大小比較小 或者是他長得 是比較扁平狀的 或者是我們 腸道很多皺褶 他在皺褶處 你不見得一定看得很清楚 對 根據這個統計師說 大概有2成6的這個機會 可能會失敗掉 所以現在越來越進步的 情況之下 他們就是用過去大量的 這個病人的資料庫 提供這些這個影像的資料 還有這個 讓AI來做學習 人工智慧做學習 你知道他的這個檢測率 可以0.5就判讀出來 0.5秒就可以判讀出來 比那個單純用肉眼去看 還要精準 那還有就是他的這個 發現的這個 息肉發現數也會提高 像之前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因為大便 糞便有前血 所以就是醫生建議他說 一定要進一步做大腸劑 那進去看 用傳統大腸劑 是看到一顆而已 那後來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說 就是他是一個 就是年紀 作息 還有這個家族史各方面 都有相關 所以他有點不放心 那他過幾個月之後 他就知道說 現在好像有這個新的 這個檢測的方式 他就去另外一家醫院 再自費做一次 結果本來他原來只有找一顆 現在搭配AI的這個部分 找出三顆 對 那等於是說 這三顆如果在原來的部分 失敗掉 也許之後他就會長大 或者也許以後就發展成大腸癌 還是等明年長大一點 再來採取 就是我們其實會擔心就是說 他如果後續的部分 沒有在第一時間 你就把它揪出來 你可能就有漏網之魚 有AI的這個輔助的情況之下 你的一些精準率又會更提升 但是你說這些儀器 還是要靠老經驗的 你看那些看圖片的 不是每個醫師都看得出來對不對 對啊 就像剛剛 我們看半天那個 那個是衛星圖還是 對啊 我們剛剛心臟跟腦要拆半天 那就是心臟還是腦 不是 醫師在跟你講解 你都還聽不懂 說這裡黑的 這不光滑 你也是看不到 對 因為我們不是學這個的 對 所以有AI這種智慧的技術 你還是要有人去判斷 沒錯 對不對 你以前找不出來 現在提早把它找出來 你會更安全 過往大家在耳鼻喉科就診的時候 醫生大概就是戴個頭燈 然後嘴巴打開 壓舌板看一下 然後把鼻孔撐開看一下 那是自從有了內視鏡的進步之後 現在檢查我們可以透過 比較深入的檢測 來把一些比較早期的問題發現 那像內視鏡 傳統的內視鏡 它都是單純的白光 所以我們看的功能 大概就是照光 然後以及內視鏡把它放大 然後收取這個影像 來判斷它的問題 那現在有一種檢測 叫做窄皮內視鏡 它透過一個特別的一個濾鏡的系統 它可以把這個波長把它壓縮 然後讓表淺的黏膜的微血管 它呈現一個合色 像是一個特定的一個染色 那在黏膜下的血管 它就可以讓它變成一個 青染色的一個特色 那透過這樣一個技術 它就可以讓我們這些早期的病灶 讓它特別凸顯 然後我們常 耳鼻喉科醫生常把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叫做癌症 頭頂部癌症的一個造妖劑 透過這樣一個檢查 我們就可以把一些比較早期的一些癌症 把它抓出來 曾經遇過一個病例 他是一個30歲的男性 他爸爸在5年前確診了B&I 可是因為他發現的時候已經比較晚 所以導致於說他治療失敗 就這樣子往生了 沒想到在1年前他弟弟也中獎了 脖子腫起來了 也是B&I 也是B&I 然後再去做檢查 然後也確診了是第三期的B&I 為什麼會這麼高的一個比例 因為研究上面認為 爸爸或媽媽有B&I 一等輕他罹患B&I的比例是正常的20倍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醫生都提醒他 你一定要固定的追蹤 對 偏偏他去抽血 他的B&I指數有高 但是他在傳統的類似鏡檢測底下看 他都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病兆 那醫生也安撫他 沒關係 我們就三個月再追蹤一次 你不要太擔憂 那有一些特別的狀況 筆液裡面有血絲 摸到腫塊 還是耳鳴 耳悶 就趕快來救折 他長期在這種高憂鬱的一個環境底下 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所以後來他就轉轉到我這邊來 來的時候 一開始先使用單純的內視鏡幫他看 我們可以看到那病罩 瓜哥如果仔細看 看得出來有什麼問題嗎 白色的嗎 紅的 這是我們的鼻炎的位置 你看我們根本看不清楚 看不到 我真的我也看不太出來是什麼狀況 仔細看看得出來有沒有一點點 所以白的主案是 那是因為光線透光反射 那你怎麼去看那個病罩在那裡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照妖鏡打開 用另外一個顏色 這個範圍 這個在鼻炎的 鼻炎庫的範圍 所以黑的都是 對 大概1.5公分左右的病罩 這裡面的血管非常密集 他都增生了 那溝通過後幫他安排個切片 也就證實 那他有病罩嗎 他沒有任何不舒服 就是因為沒有任何不舒服 他抽血的指數稍微高那麼一點點 他就覺得非常困擾 他如果說放棄了這個固定追蹤 這樣的一個就是追查 那可能等到他有感覺的時候 大概都已經第三第四期了 80%的鼻炎癌發現 診斷出來都已經第三或第四期 那後續的治療都很辛苦 化療 電療 那他這個只要電療 所以效果都非常好 我覺得像上一代的 我爸爸或者是我奶奶他們的 以前最不喜歡 超不喜歡看醫生的 一講到醫生就有一肚子活了 然後他就跟你講 我本來沒病喔 然後去看完醫生 回來說我有事 都是病 也真是的 就是 我爸也是 保險這一塊他們也忌諱了 身體的這個檢查他也忌諱了 不過現在因為被很多網路 這個節目或我們的節目 但是雖然是恐嚇恐嚇 但是真的對你自己深入 對 觀念提升 你有聽到嗎 很多東西是沒有痛的 對 那你為什麼要等到他第四期 第五期這樣治療更難呢 剛剛吳醫師講的那個載瓶系統 其實最早是我們腸胃科發展 但是後來就慢慢又應用到別科 其實他就是可以看 那因為他就是用藍綠光去照 然後我們的血紅素 因為會吸收藍綠光 所以當你一個癌症長的時候 因為它會有大量血管增生 它在照的時候它就會變色 那這個東西 很聰明 一開始是用在腸胃道的癌症 但是因為這個腸胃道跟食道癌 跟鼻咽癌 喉癌 是同一個區域 所以剛剛吳醫師說 其實得食道癌的患者 鼻咽癌 喉癌的機會也會上升很多 所以慢慢這個技術就應用到 從腸胃科就應用到別的科系 然後大家就一起會 用這種比較高的科技 大家知道胰臟這個器官 是最難造的一個腸胃肚子的器官 它在胃的正後面 胃前面常常有很多食物跟空氣 有時候就算你已經空腹八個小時了 你還是不一定有辦法用超音波 以前我們傳統檢查是用超音波 對 因為超音波是最簡單的 那是什麼斷層切片呢 那個當然更好 但是這些檢查都有它的 直角跟極限 我們有一個男生60歲男性 他就是給我造腹部超音波 我就看到他胰臟的正中間有一個 大概快 但是因為他就被胃的空氣擋住了 我沒有辦法掃得很清楚 那去醫院做了電腦斷層核齒共振 就看到那個黑影就在這個 胰臟的正中間 0.8公分 怎麼辦 那個核磁共振也不知道他是良性二性 因為沒辦法分辨 可是病人就很擔心 60幾他就覺得這個會不會是癌 他就要我們給他一個交代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是用我剛剛講的胃那個內視鏡超音波 我們一樣用胃鏡 然後在前面加超音波探頭以後 放到胃裡面 剛剛講的 胰臟在胃的正後方對不對 剛剛好 用胃鏡前面加超音波探頭 再貼在這個胃的後面 很清楚看到那顆東西在哪 然後這時候腸磁科醫生 再用一根細細的針 從胃鏡裡面刺過胃壁 但是就可以很精準的刺到那顆0.8公斤 看是什麼 然後湊一下 就拿出來化驗 化驗以後就確定它其實是良性的 它不是壞東西 那病人很安心 而且他也不用因為這樣 就去開一個什麼大刀 開腹手術 把胰臟什麼全部切關 反而就避免了一個很大的手術 而且我們這有時候扎針進去 先抽對不對 還可以把酒精打下去 把那個局部組織把它燒壞 這就讓它降低它復發的機會 所以現在做法很多種 接下來我們看看婦產科有哪些 要介紹的 婦科的這個內視鏡 本來大概有腹腔鏡 子宮鏡 輸卵管鏡 陰道鏡 產科還有一個叫胎兒鏡 我先說明一下 這超音波今天早上照的 為了這個節目 不只是製作單位很認真 我們也都很認真 好燙 好像看到一個笨人 病人趕快跟他說 借我照一下照片 他一直拿照片 手機在拍 以為他得了什麼重病 我說不好意思 借我一下 我要去醫師好拉秀一下 他說那沒問題 這個左邊這個圖 它這一顆子宮肌瘤 左邊那個圖 它瘤已經長到肚臍這裡來了 所以很大的 這一顆的腹部 這是腹部超音波 怎麼看 看右邊那個圖 右邊那個圖 右手邊有一個黑黑的部分 那是膀胱 那這是子宮 右邊是比較下段 左邊是比較上段的 那上段那一段 其實從陰道超音波就照不到 就照不到 那腹部超音波照不到 可是腹部超音波比較不清晰 請看下一張 這是照到下段來的 左邊那張是腹部超音波 有沒有看到上面黑的那是尿 就是膀胱 所以從肚子照下去可以看到 下面那一段 那一段是子宮頸 它就沒辦法看得很清晰 因為離的肚皮比較遠 那精英道超音波呢 各位看到一個 這是從下面看 右下角黑色那仍然是膀胱 其實精英道超音波 最好是不要有尿 可是因為這病人是脹尿來的 我就順便直接說兩邊都看 結果意外就看見 剛好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這個位置雖然不一樣 這紅圈是子宮頸裡面 有一個大概0.2公分的一團東西 我猜想是 子宮頸內管也有長脊肉 但不多見 那它既然沒症狀 我們通常也不必積極處理 這個內飾鏡 因為昨天才通知我 我只能拿著內飾鏡 給大家看一下說 這是一個子宮頸 我們可以照子宮頸 不一定要照到臉 不過這什麼意思 如果人比子宮頸難看就對了 太狠了 那等一下 那等一下 以後我的部分呢 就只有收音沒有人 這麼意氣用事幹 這個我們 當我們腹部超音波 在三十多年前 四十年前 我們只有腹部超音波 大概二三十年前 出現陰道超音波了 後來大概十幾年前 就普及了 很多診所都有了 那時候發現說 原來可以多看到很多東西 以前看不見了 甚至胎兒的心跳 以前以為七週才看得見 後來發現 六週就看得見了 那懷孕也早期診斷 子宮外也更早期診斷 很多疾病都這樣 那很多小瘤以前看不見 現在都看見了 那到了這個陰道超音波以後 還是發現仍然有局限 就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看見 像那個小小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剛剛說過的 就是隔著肚皮 或者隔著那個子宮 隔著陰道 還是一個空東西 那子宮頸是直接到 子宮腔裡面進去的 常常我們可以直接看見說 這一團0.2公分的東西是什麼 0.3公分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 一個28歲的女生 她就是月經貨會拖拖拉拉 每次都會拖個 大概十幾天這樣子 她就看了好幾個醫生 都跟她說 超音波照起來 好像沒看到什麼東西 腹部超音波 後來來找我 跟她說 我幫你做硬道超音波 我一看 我說你內膜這時候很薄 大概只有一毫米 結果終於突出一個2毫米的 的東西 這麼小一個 我說我猜想是息肉 不過因為這個是沒有 直接看見是間接的 我說你願不願做子宮頸 很不幸的是 拿下來居然是子宮內膜癌 很難想像 28歲很少見 也許子宮內膜癌100個 可能還沒有一個兩個 30歲以下 大部分都是40歲以上 是50歲以上的 可是我也碰過不少 三幾歲的 但20幾歲也碰過一些 他就是不巧就這樣子 我說你這個 第一期A 這個不用鴿子宮 我說你 我幫你做 半年大概就好了 半年後再確認一次 是OK 我說你現在最大的任務 就是趕快結緣生小孩 他說這麼急 我說很急 為什麼很急 因為你懷孕 你的小孩懷孕 這個會複泌黃體素 長達10個月 胎兒就救了你了 你的胎盤 胎兒會一起救了你的命 所以你這樣就 比這個擺得更好 那也不一定要結婚 找人生 對 我沒有跟他說一定要結婚 對 現在結婚跟生孩子不敢 現在很多人就自己處理 對 沒錯 以前我 瓜哥 以前20年前我都說過 這個時代可以鼓勵 只要先生 不要先生 對 只要先生 不必先生 對 可以鼓勵 就是說我們政府其實也應該 補助單身女性的人工收入 或者管一個 其實應該考慮 我們的生產率 到最後一年 對 全國全球第一 到數 真的喔 很嚴重 而且現在還都幾乎是 外籍新娘在生 所以台灣從去年開始就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了 不成長 對 不成長 從去年開始了 那回家有力 比如說你一年死掉3萬人 比如說假設 你生了可能兩萬八千 九千兩 今年的一月份 生不到一萬人 可以想見 今年的生產數 恐怕沒有15萬人 可是疫情的關係 大家可能會一直懷孕 瓜哥要加油 好熱耶 加油在節目裡面多宣導 有 對不對 不然 這個不然 我加油 不然兩個都轉到做整形 來 那我們知道婦女很常見到的是 一個漏尿 漏尿之屬於是客觀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別人會不會知道的 尿四季它可以分為 輕 中 重 我們就0 1 2 3等級 0就是完全沒有漏尿 那如果是輕的 我們就要輕度漏尿 然後在中度漏尿就是 快速跑步 然後在重度 就是連你站起來 移動一個椅子 你都漏尿 那很嚴重 這很嚴重 我們知道漏尿的狀況 在早期都知道手術 手術你會像做懸吊的手術 在尿道端的地方 把它拉提 讓你的負壓 咳嗽的時候 在尿道端有阻力 才不會把尿露出來 那現在的儀器有很多種 像陰道雷射 電波 磁波椅 或是現在目前很多的 居動椅 可以幫助你 在輕度跟中度漏尿的狀況 做改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生物的回饋的磁波椅 那其實這個椅子是坐著 它中間會有一個波形 會有一個東西移上來 會在你的齒骨跟會音的地方 有一個動作夾 你的骨盆腔的核心的肛門脊椅 會夾上那個板子上面 然後波形往下的時候 它就放鬆 所以你要隨著它的波形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教你怎麼樣 這是主動運動 要學回去 回去之後 你就每天就練習凱歌運動 這個是我們醫院的磁波椅 磁波椅所謂的磁波椅就是 你坐上去 它就會有頻率跟強度 會有一個磁波的振動 幫助你被動運動 骨盆腔的提缸肌收縮 這樣一收縮才有辦法 阻止你漏尿的狀況 所以漏尿其實有分四大等級 我們的壓力性的尿濕劑 以及急迫性的尿濕劑 還有這兩個加起來的混合性尿濕劑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的 蠻疫型的尿濕劑 就是它沒有感覺 它買了就漏了 那我臨床上的一個婦女 就是生完產之後 只要抱小孩一個菜 就會褲子就會濕濕的 那這樣的問題 其實不需要做手術 凱歌運動訓練 或者是說打個陰道雷射 或電波或做磁波椅 生物圍饋椅子 其實都可以幫助你 改善你的漏尿 對 以前就是教你做運動 那個運動其實就很像 我們尿尿尿到一半 憋住的那種感覺 那個動作 可是因為很多人可能很難想像 或者是他就不習慣 或者是他不會 所以現在可能有一些儀器設備 是協助你做學習 那你可以回家 自己還是要持續的練習 我剛剛講的意思是 如果你很嚴重的 這機器根本做不了你 你可能要手術 譬如說你這樣就漏尿 怎麼可能做到 對 不但手術還要在 回家還是要練 你的骨盆 你的核心肌肉 還是要訓練 輕度 中度都可以靠外面 那個站起來都會那尿 你根本就是要先手術 再來慢慢復原復健 接下來我們看風濕免疫科 這個科是疑難雜症科 那以前學長就說 這個我們科 就一句話 診斷很困難 治療都一樣 治療都一樣 都用肋固醇 對 通通都是用肋固醇 對 那就是這種 有點類似 那何必診斷 通通拿肋固醇 對啊 就猜 對啊 就還滿簡單 學長要鼓勵我們加入這一科 而且你知道這一科的英文叫 空氣 感覺就像空氣一樣 這真的是稀有人才 台灣非常缺乏 對 我說我們這個會員 目前才四百多個人 對 那這個講到這個以前 大家聽起來說 那這樣沒有什麼新的 那以前不外乎用肋固醇治療 無鮮丹 那還有就是說 雷鋒失音關鍵 可能用個消音止痛藥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 免疫致劑 那還好現在有發明了一些 那生物致劑 其實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先跟大家講說 有什麼不一樣 很像 它就是這樣子 拔開 然後這樣子 然後病患可以自行注射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視窗 它發現要打完了 那打完怎麼辦呢 丟掉 事實上我們之前 生物致劑也是這樣子 這個其實需要自己施打 那很多人看到針會害怕 會比較害怕 那甚至現在有出這種 比較大支的 因為風神 你還拿更大支 為什麼要做這麼大支 它看不到針是不是 它裡面有彈簧 它按一下就發射 對 它看不到針 那為什麼要大支 因為內風濕性關節的患者 它們關節的活動度不好 所以它需要大支的 它需要這樣子 那打下去真的有針進去 有 因為看不到針 它針會慢慢的推 會痛嗎 就跟打針一樣 對 但是會比較不痛 它的針都很短 因為它速度很快 對 很短 然後比較不痛 比如說有一個禮拜兩針 兩個禮拜一針 一個月一針 甚至現在發明到好幾個月一針 所以很方便 好 那接下來講說 這個風濕科的病還是很少 講一個大家這個可能 心有七七焉的 異位性皮膚炎 甚至循麻疹 相信很多人 以前小時候 甚至自己的小寶寶 都有異位性皮膚炎 大家想要 異位性皮膚炎怎麼治療 雷固醇 擦藥膏 還是雷固醇 我們家小孩就很嚴重 對 異位性皮膚炎就是擦藥膏 然後可能醫生叫你回家怎樣 儲食機 空氣清淨機 反正什麼都用 對 什麼都換 完完請去 然後每天通風 然後保濕的坐一坐 然後注意一下清潔衛生 但是現在 終於也有生物刺激了 包括循麻疹也有這類的治療 但是因為這個 大家知道造價不菲 所以它健保好不容易有給付 但告訴大家 健保的給付條件 其實是還滿嚴格的 對 然後它需要經過三個月的照光 那照光 其實大家很辛苦 如果照光你要一直去照光 然後照光到皮膚都會起水泡 而且要經過三個月的 免疫抑制劑的治療 就剛剛講的 很強的免疫抑制力 那我現在就分享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大學生 然後他媽媽是空姐 然後他本身有異位性皮膚炎 那他異位性皮膚炎 嚴重到他這個可能 沒辦法去上學 皮膚超長 其實這個根本沒有辦法去上學 就是稍抓 然後其實你看很多人 臉也都很嚴重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跟同學 然後這個一定都要穿長袖遮著 那你根本不敢出去跟同學 甚至外社交 然後去上學什麼 造成他非常大的困難 如果有養的人都知道 養到會睡不著 你會一直抓 而且會很憂鬱 很憂鬱 生理心理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好 那這個其實他也很乖 是一個非常非常乖巧的大學生 他到醫生那邊 醫生告訴他說 因為他就說 以前吃藥效果都不好 但醫生告訴他 好不容易健保有起伏了 他很乖 接受三個月的照光治療 照到皮膚起水泡 還是來照 他因為要遵守健保規定 然後三個月的那個 鼻炎抑制治療 乖乖地吃 這個說 一顆都沒有漏掉 好不容易滿足條件的 六個月的 可以跟健保說一個申請 我們的審查委員就說 這個皮膚 是自己抓的 不是那麼嚴重 怎麼 是自己抓的 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不予通過 好 再生腹還是一樣 一而戰 再而戰 大概經過三四次 都沒有通過 那患者還是照著 醫生的指示 來 終於有一天 收到消息 這個健保申請通過了 好開心 打電話通知那個患者 趕快來打針 因為他還沒有到回診時間 剛剛你終於通過了 好不容易終於通過 你不用再那麼痛苦 打電話接 怎麼沒有人接呢 結果他媽媽接了說 我兒子在急診室 為什麼在急診室 雙側肺痛白掉了 因為是吃免疫抑制劑 長期使用這個免疫抑制劑 造成免疫低下 造成原重的肺炎 當天就茶館 進到家務病房 還不只這樣而已 一個年輕的大學生 用到 對 就因為一個 異味性皮膚炎 因為他要 這麼好的藥物 但是他經過這個同程的關卡 然後就使用到葉克蒙 但是還好 不當命當 這個 因為媽媽中間也很辛苦 因為只能視訊 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跟他直接去匯科 然後用託室 鼓勵他 終於恢復健康 那現在也好不容易 使用到這個增劑 然後還好 目前來講 狀況都非常好 就使用了之後 他異味性不便 不會再受這個困擾 所以他的情形 如果不在意見不見保 他自己付費打 就不會產生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非常貴 這個不便宜 而且你要一直打 但是他效果是很好 對 這個針其實大概都不肥 大概一個月藥價 大概都三萬到五萬塊 他就等於是用這個藥物 在抑制他發作 像那個網紅阿滴 他其實就是這類的病人 他之前也是中重度的患者 然後養得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讓他就是整個身心 都快崩潰這樣 可是他也是有用這類的藥物 然後現在是控制得很好 很多人都說會不會打了幾針就斷根了 那我只能跟他說 你這個體質還會遺傳到給你的下一代 因為過敏性體質其實還會遺傳 所以就是說你好好的治療好 但是事實上打的時間會越拉越長 也就是說費用上來講 不會負擔越來越重 我想大家想到耳鼻喉科就會想到 要嘛就過敏性鼻炎 要嘛就氣喘 其實過往在控制氣喘 大概還是主軸 還是以裂固醇為主 可是裂固醇這顆複製用 很多長輩可能受不了 譬如說他可能造成他血糖控制不佳 可能造成他的血壓控制得比較差 甚至很多朋友 他可能會因為這樣造成 胃出血的情形 那因為年輕女生可能最怕的就是什麼 他可能會長期因為這樣而 越亮臉 水牛肩 臉上滿是痘痘 我都曾經遇過一個女孩子 她40歲 她從小就是過敏寶寶 然後常常在氣喘發作 那我們類固醇的劑量 會按照你的體重來做調配 偏偏她因為長年使用這類固醇 體重就慢慢地越來越重 他才150幾公分而已 他體重大概快90公斤 你剛剛換算下來 他每天要吃滿90公斤相對等的劑量 那他哪瘦得了 他已經40歲了 那他一直想要有一個歸宿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他那樣的長相 滿臉痘疤 男孩子一般都很難接受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他常常自己把肋固醇給中斷掉 結果這個月 他已經第三次來到急診 這次來前兩次運氣很好 來醫生趕快打上類固醇的劑型 他就消下來了 就退掉 症狀就緩解了 他這次來 來不及 已經整個臉都黑掉了 經過急救之後 好不容易救回來了 後來就跟他建議 我們現在有一個好東西 就剛剛主任提到的生物製劑 目前健保局已經有給付 只不過他的條例非常嚴謹 早年是一年 你曾經發作過四次以上 然後甚至有送急診 甚至有住院 他現在降到兩次 問題就算是兩次 他還是要曾經半年 長期服用高下架類固醇 問題是這個女性的朋友 她沒有長期這樣子服用 所以她申請上面就失敗 沒有符合的條件 對 她也沒有辦法在等待 所以她受不了她自己就花錢 一計三萬三就這樣花下去 這樣 控制完之後 目前這樣追蹤大概大半年 她的頻率 發作的頻率 大概減少五成以上 好 這個小阿科來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基因檢測 那主要可以分成以下這三種 那第一個的話 是在疾病診斷的部分 你可能就是已經看過很多科醫生 然後什麼檢查都做過了 但是還是找不到病因 所以如果在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可以透過基因檢測 或許可以幫你找到病因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 有些家族 有很多的家族成員 都有同樣的症狀 那有可能是基因遺傳 所造成的遺傳疾病這樣 那接下來其他這兩個部分 就是講到我們所謂 大家常常聽到的就是 預防醫療 還有就是我們說 精準醫療的部分 預防醫療在婦產科 我們可能就會用在 比如說小朋友還沒出生前 我們去檢驗羊水 去抽一些 看他有沒有一些遺傳疾病 的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在小朋友 剛出生的時候 就做一個基因檢測 去預估說 他有一些疾病可能是 現在其實是沒有症狀的 但是未來有可能發病 那正在這些疾病 你早期知道 我可能潜在 有這樣子的狀況 早期追蹤 早期發現 我們小朋友 在大概出生 第二到三天的時候 有可能會用這個採血針 然後去幫小朋友的血根 去砸一個竹根 血做新生人的代謝篩檢 那之後可能會用這個毛細管 去把小朋友的血液 把它砸在這個血片上面 那這個血片 它其實是一個特殊物質 所造成的一個血片 所以它可以保留 我們人類的DNA 那我們再把這個血片 拿去做檢查這樣子 那所以說通常在出生 第二到三天 跟著新生人的篩檢的 血片一起去做的話 小朋友就不用再額外的抽血 那一般大人的話呢 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你可以採取抽血 或者是我們就是 可以用口腔黏肌 然後刮取你口腔黏膜的一個 就是黏膜細胞這樣子 那再去做DNA的檢查 那接下來再講到第三個部分 就是精準醫療的部分 那我們比較常聽到的 就是像是一些 婦產科的一些婦癌 你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基因型 有一些特殊的標靶藥物 是可以使用的 那或者是有些人我們說 你對某些藥物會過敏 那為什麼其他人不會 那就有可能是 因為你身體當中 有一些基因型 是對這個藥物 比較容易有一些不良的反應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就是比較有名的 麻醉風暴 裡面惡性高熱 也是因為有一些 特殊基因型的體質 那目前呢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些 藥物基因的一些篩檢 去提早知道 你有這樣的體質 那首先第一個例子呢 是一個大概三四歲的小朋友 這小朋友 他是被耳鼻喉科轉過來的 就是一開始是因為 他的那個發展遲緩 那復健科發現說 他發展遲緩 其實是不是智力的問題 是他聽不到 那聽不到的話 就轉接到耳鼻喉科來 那耳鼻喉科醫師 在轉給我們說 因為他一開始的聽力篩檢 出生的新生的聽力篩檢 是通過的 他是長大以後 才有這樣的情形 那一驗居然就是基因 所造成的一個聽力損傷 那他有一個弟弟 現在才幾個月大 爸爸媽媽媽就想說 那他是基因 所造成的這個問題 弟弟有沒有可能 也是同樣的原因 一驗很不幸的 果然也是 那只是說我們在 剛出生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 症狀沒那麼明顯 可能也不會被發現 那他就比較早 開始追蹤 那追蹤 一發現有聽力問題 立馬就帶助聽器 帶了助聽器之後 學習就跟正常小朋友一樣 不會有什麼發展持環的問題 在我們剛剛 在十方對不對 我在十方裡面 看到很多 那個發起人 他就是做小孩教育的 就是小孩子 到底有沒有持環 你根本不知道 因為阿公阿嬤在戴 聽不到是嗎 所以你不會觀察他到底 符合他現在這個年齡學習 所以你要發現 你趕快送到這邊來 對 治療或教學 對 那我有做過基因檢測 我也做基因檢測的原因 是因為我朋友的關係 因為我朋友他爺爺 是五十歲的時候 發現了 那走的時候是六十多歲 那花掉他們家族一億 快一億元 所以他後來就去做基因檢測 那基因檢測發現 他的大腸癌也是高風險 檢查完的時候 醫生就有跟他講說 真的非常恭喜你 因為你得到了大腸癌 但是問題是 所以只要割掉洗漏 然後 那表示他有警覺性 我剛剛前面就一直講 要有警覺性 反而救你自己 對 就是因為他做了基因檢測 發現他有大腸癌 跟肺癌的一些風險 所以他就針對這些 去做了比較精密的健康檢查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 那我也要做基因檢測 當然基因檢測我做的時候 就是用唾液口腔黏膜來用 所以就是把那個 口腔裡髒汙 用15秒的水把它去除掉 然後把那些髒汙把它去除掉之後 再用那個棉棒來刮 那刮的話就會把那個檢體 送到基因實驗室 然後再由專業的健管師 來跟我們分析檢查 我們的報告 我有那個肺癌 肛癌 還有中風高風險 那像我自己本身是 汽車美容的業者 所以我做 所以我做了汽車美容的時候 我當時是不以為意的 想說其實其實 稀稀那些廢棄物 因為有時候 車子會倒車進來 那可能在坐車的時候 會有一些藥劑 那我都會 當時我都會覺得 不以為意 這沒有什麼 但是真的做完基因檢測之後 我發現原來我在 這麼高危險的環境下面工作 其實對我身體是非常傷的 所以做完基因檢測之後 我就有針對肺癌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他們在倒車的時候 或者坐車的時候 我就會離開那個環境 或者是戴上口罩 那因為我的血管 其實是中風高風險 那我本身有家族遺傳 就是高血脂 所以我就會定期做一些 那個血壓的測量 然後還有一些血管的 硬度的測試 那在後天的飲食 跟健康上面 都會做調整 我們講一下 副產科在基因檢測的應用 範圍很大 那產科部分 大概現在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懷孕的人都發現說 現在去產檢 常支費項目 花了幾萬 甚至十幾萬都有 他們現在甚至可以找到 500種以上的那個 寒見疾病 都是基因檢測測出來的 那當然醫學上 會先去找那個 發生率比較高的 比方說我現在分享一個 SMA 就是叫先天性的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 這個 這其實是一個 體染色體的隱性遺傳 我們台灣代因者 是五十分之一 每五十個人左右 大概就有一個人 大概40到60% 60個人有一位 那夫妻兩個 如果都試的時候 就有十分之一的機會 會生出這樣的小孩出來 我們台灣 平均一年生多少個出來 它的發生率大概 六千到一萬分之一 所以台灣一年生出 一二十個出來 復科我們有一個癌症的用藥 在2018年 卵巢癌開始引進台灣了 那卵巢癌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沉默的殺手 就是說它沒有早期症狀 所以拖到第三期以後 診斷出來的 達到六七十%以上 所以卵巢癌到現在 五年存活率大概 最好大概就五成左右 那現在就出現一個觀念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標靶藥物 讓它維持下去 一直維持下去 2018年進來的這個藥就是這樣子 它可以 所以造成癌細胞的死亡 那可是這個藥 討厭的就是它很貴 它就是精準醫療 就是說很貴 所以如果你要多活十年 大概花兩千多萬 2021年開始 就是今年開始 給付 給付條件是什麼 你要測出 用基因檢測 測出你 有一個叫做 其中一個有陽性 我就付你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 這個BRCA1 這種基因 如果說它有突變的 大概有效率 這個藥的有效率大概41% 如果沒有突變的大概24% 那健保就先挑 有陽性的才能用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就要自費 我一個病人就是這樣 他來的時候一看 他一點都不覺得他是卵巢癌病人 夫妻兩個都覺得 就覺得很天真 想說那不是卵巢瘤嗎 可是那個轉來的醫生 已經一看就覺得奇怪 就上面寫 一字卵巢癌 我一看肚子都是附水 那瘤那麼大 我心想說這個應該也是 第三期末以後了 但總之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 卵巢癌的標準療法 只要你不是快進天堂 都是可以開到的 開完以後做化療 那他就很痛苦的 開始做所有的處理 做完以後現在已經過了大概 一年多快兩年了 最近一直問我說 醫生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我越讀書越恐怖 復發率這麼高 我怎麼辦 我說你可以去申請 維持療法 但你要先做這個檢測 結果他就做檢測 結果真的是陽性 這陽性率其實 卵巢癌大概百分之十五 它那種剛好是高度的 薑膜性的卵巢癌 那個陽性率 就米亞西亞外兔的 陽性率是50趴 它剛好中獎 所以它剛好是比較會有反應的 對這個薪尿比較有反應的 所以它就可以省下 十年兩千萬的花費 那假設 但健保現在是只幾乎一次六個月 一次六個月 因為畢竟六個月 政府也要是花掉一百多萬 要幫他一個人 付掉一百多萬 是 可是有的生理檢查不便宜 然後花了一大筆錢做出來 做出來檢查完 什麼都沒有 沒事啊 結果花錢的 結果白花錢的 結果馬上那個全擺 就剛剛那個 隨良性流0.8一樣 你到底是要 你說他良性 他開始回想 這會不會白酒的 就是人很矛盾 對 這個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醫療科技不斷在創新 現在相信遇到問題 未來決定能因人而情 也就是說現在要努力賺錢 第二個呢 要活得夠久 因為活得夠久 你才活更久 好 謝謝大家 謝謝